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话语之全 我是林峰全牧师 今天要看的是四师纪当中第二位四师 他的名字叫做乙护 整个四师的时期历时有四百五十年之久 上帝使用十三位四师 总共有七次的循环 这个循环的模式就是行恶 奴役呼求跟拯救 在第一次循环当中 上帝兴起的第一位四师恶陀孽 到了第二次循环 上帝兴起的第二位四师 名字叫做乙护 这个人怎么样被上帝所使用呢 关于乙护 圣经对他的介绍并不多 只说他是一个变雅敏人 他是一个左手便利的 也就是使用左手的人 那圣经说 以色列人托这个乙护 要送礼物去给摩亚王伊基伦 变雅敏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 是右手所生的孩子 而乙护他是一个变雅敏人 是右手之子 可是他却是右手有残缺 右手不能够使用 所以他才会使用左手 也因此带给他极大的羞辱 他是右手之子 却不能用右手 右手却坏掉了 只能用左手 以至于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 去给摩亚王伊基伦 似乎以护被当作 只是一个只能够送礼物的人 不能够做一个英勇的战士 然而上帝却使用这样一个人 来做事实 因为上帝赐给了乙护 六项秘密的武器 我们就来看乙护 有哪项哪六项秘密的武器 在《诗诗记》的第三章 第十六节到十七节提到 上帝赐给乙护的第一项秘密武器 说乙护在他的右腿衣服里面 藏了一把两刃的利剑 藏大概一种 也就是三十五公分 因为这是乙护暗中藏在他的右手的 右腿的衣服里面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项秘密武器 这个秘密武器就是乙护想要去送礼物给伊基伦的时候 想要找机会来刺杀他 接着我们看到乙护第二项秘密武器 是在《诗诗记》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 圣经记载 乙护献王礼物给伊基伦之后 可是他还没有找到机会可以下手杀他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所以上帝就让乙护想起另一个秘密武器 乙护离开这个王宫之后 他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伊基伦这个国王的面前 对他说 我有一件机密的事情要告诉你 伊基伦听到乙护说 有机密的事情要对他说 他就叫他的左右的人都退开 只剩下他单独一个人跟乙护在一起 虽然乙护得到这个大好的时机 可以单独跟伊基伦在一起 甚至于乙护可以来到伊基伦的面前 跟他讲机密事 可是那个时候伊基伦 他是坐在他的宝座上 乙护想要下手杀他 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除非能够让他从宝座上站起来 要杀他就比较容易 而伊基伦是一个相当肥胖的人 一旦他站起来 他动作反应就会比较迟钝 所以想要用一箭刺中他的要害 那个几率也比较高 所以乙护就想要想办法 让这个伊基伦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 于是乙护就对伊基伦说 我奉上帝的命令来报告你一件事情 当伊基伦听到伊护是奉上帝的命令来的时候 他就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 这就是上帝赐给伊护的第二项秘密武器 就是假装告诉伊基伦 所有机密事情要告诉他 好 骗他从座位上站起来 当我们面临一件重大问题的时候 你能否冷静地寻求上帝赐给你的智慧来解决呢 你觉得当你从这种能力跟智慧当中去解决问题 这个是上帝 是谁赐给你的呢 而这就是上帝赐给伊护有这样的智慧 接下来四诗纪第三章21节到23节 提到伊护的第三项秘密的武器 就是伊护他是一个右手残缺的人 一个右手残缺的人 为什么会成为他的秘密武器呢 因为他右手不能够用 从人的外表看起来就知道 这个伊护他右手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人 所以伊基伦的四位就对他疏于防患 没有想到他会是使用左手 而且他的刀是藏在右边的衣服 右腿的衣服里面 所以圣经就说 伊护来到伊基伦面前的时候 他就伸出他的左手 然后从右腿拔出那把剑来 就刺入伊基伦的肚子里面去 把他一剑就把他刺下去 这一剑刺下去的时候 因为伊基伦非常肥胖 圣经说他很肥胖 所以整只剑连那个剑靶都夹住了 被那个肉夹住了 所以一剑就毙命 这个伊基伦就被这个伊护杀了 就是上帝赐给伊护的第三项秘密武器 就是他右手残缺 或许从某种角度来看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会感到某些部分 我们是有软弱的 是有缺憾的 但是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却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特别的恩赐 你会如何看待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摆设 所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事呢 第四个伊护的秘密武器 记载在四世纪的第三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圣经说 当这个伊基伦被杀之后 这个伊护如何能够逃脱 其实他想要逃走 就一般来看是不太可能的 可是上帝却赐给了伊护 第四项秘密武器来帮助他逃脱 在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记载 当伊护那把短剑 刺进去伊基伦的肚子的时候 使得伊基伦的肚子里面的肠胃 都被刺破了 刺穿了 所以肠胃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流出来了 从肠胃里面所流出来了 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粪便 粪便是很臭的 由于这个粪便流出来的缘故 使得整个房间就充满那个臭味 所以这个仆人们认定说 伊基伦是在楼上 在大姐 在上大号 所以就不敢开门进去找他 等到他们感觉奇怪 说这个国王怎么上大号那么久 都还没出来 他们拿钥匙打开进去的时候 发现伊基伦已经死了 这一折腾下来 使得原本无法逃脱的伊护 他能够从容地逃走 这就是上帝赐给伊护的第四项秘密武器 因为有这个突发状况 人也 任何人也想不到 这个伊基伦被刺了之后 那个肠胃流出来的东西 让他的仆人们以为 他是在上大号 第五项秘密武器 记载在四世纪的第三章 二十七节到三十节 这个武器呢 这让我们看到说 虽然伊基伦死了 可是摩押人的军队 足足还有一万人那么多 还在以色列的境内 这时候是群龙无首 军心患散害怕 所以他们想要 度过约旦河逃回去摩押 以护心想 若是把他们放回去 日后必有后患 不如来个赶尽杀绝 绝对不能够让这一万人 越过约旦河逃走 所以他想到一个办法 就想要有人来把守这个约旦河 让这个想要过河的人 来一个就杀一个 而要找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 上帝让以护想到 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 最会打仗的一个支派 就是以法连支派 所以以护就把以法连支派找来 让他们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许摩押人一个过去 然后就把这一万个敌军 完全殲灭 这就是上帝赐给以护的 第五项秘密 就是把守在约旦河口 第六项秘密武器 就是四师纪第三章 三十一节所说的 在以护之后 还有一个四师 叫做三家 这个三家用赶牛的棍子 打死的六百个非力士人 所以这个摩押人 是从东方渡过约旦河来的 虽然被以护给消灭了 可是这个时候 从西方兴起的非力士人 单凭以护一个人 他无法两方兼顾 所以上帝赐给以护 第六样秘密武器 就是另外一位四师三家 帮助他阻挡从西方 兴起的非力士人 这就是上帝在暗中 保守看顾我们 让我们可以去面对 各种恶劣的环境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你是施行各样恩惠的主 虽然有些事 我们不明了 有些事也不在我们的能力 掌控范围之内 但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此 我们要在上帝的看顾下 凡事感恩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